佛佑 发音清流 Just for you 就是给大家好好的解说一下 当然在我们的线上 或者是我们现场 就是有我们的 佛光山零山寺的尖寺 也就是我们的绝年法师 法师吉祥 吉祥 在线上的各位听众 大家吉祥 是 看到绝年法师 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平和 然后也有很喜悦的感受 这个是我自己喜欢 就是大自然 人要回归自然 人离开自然之后 很多就会造成我们的痛苦 造成我们的困扰 所以呢 幸运大师说的 生命与自然 生命离不开自然 所以我在山里 我是以山为五 以天为五 所以呢 我就会觉得 过每一天 我都觉得很开心 所以今天呢 我就很好奇绝年法师 就是身处的灵山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当然在好奇法师 就是助手的那一所道场之前呢 今天想要说用这首诗来开启我们的 这一段访问的 它其实就是 佛在灵山 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那人人有个灵山塔 指向灵山塔 下修 这首诗呢 它有前半段 是一个生命的旅程 它前半段就是 未曾生我 我是谁 生活之后 我又是谁呢 然后长大成人 放置我 等到 我们人都要往生 生命都会走到尽头 所以何言朦胧又是谁 那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地球上 那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意义 什么才是叫做最完美的 最有价值跟意义的 所以呢 我在这首诗里面才记下来 是佛在灵山 莫远求 这是一个很蛮特别的 因为我本身呢 是十三生肖 什么叫十三生肖呢 就是迷路 我到哪里都会迷路 一次到灵山寺 我既然不会迷路 所以在那边一个深山里面呢 我就想 这个又叫做灵山寺 所以这首诗对我来讲 是我一个生命的一个思考 然后呢 我来到台湾 那我这辈子活在这世界上 我要追寻什么 所以呢 你要经过的历练 在深山里面 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自己 那你恐惧害怕 你伤心难过 都没办法解决问题 只有面对问题 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 自我的自觉的教育 自觉的教育的时候 了解自己生命 现在的一个处境 那谁可以主宰我们的生命呢 只有命运 长在我们的手 对 因为我们不是其他动物 像猪啊 牛啊 羊啊 是有人类操控 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文明的人类 难道我们都没办法 操控我们的命运吗 所以呢 就慢慢的 在零三世里面 然后就是 每个人 就像佛 佛陀讲的 每个人都是未来佛 嗯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佛是人修成的 所以呢 他叫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要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幸福的 快乐的 健康的 善美的 佛说的 人要的 进化 听法师这样子讲之后 我就在想 这个里面的零三 就是所谓的零三世吗 是的 所以我在零三世 已经过了 二十八个年头 然后在这边 一个人在那边呢 他是前面有西 然后旁边也西 然后四周都是山 就是在山里面 这是一个寺庙 独自一家寺庙 佛陀里的市区 他在深山里面 所以他前也山 后也山 左也山 前后都是山 一条小桥 然后呢 包括我们热场所需的 包括你说 火烧零三世 这个救火车也不会到 因为那个要过一条溪 所以那条溪叫做福德溪 它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溪 所以呢 它在那个地方可以说 它的生态非常丰富 是人类 是我们 这是一个净土 了解 所以零三世里面呢 小桥流水 然后有鱼有虾 小虾啦 上下 然后呢 在里面我们做 因为我是做生命探索教育的 能见佛教生命探索教育 推广在那边 如何以大自然 人类如何以大自然相处 如何保护大自然 在保护大自然之间 我们要先有心保 我们才有办法推广出去 叫做环保 环保里面我们就是要附身 我们要尊重这个地球 是一个共生的 对 这个就是所谓说的千锤百炼出身上 哇 所以你看28年法师在那边一个人生活 然后就是主持那一所道场嘛 像我当然真的非常的好奇 就是当年 也就是说28年前 法师被委派到就是零三四的时候 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说 我要一个人就是去在深山里面生活 当时我没有想到我会在零三四 我讲我刚时的话 他们零三四一般说是一个 他们当地人是没有人敢去的 然后他说是一个鬼庙 然后我去到那边 这边都是树林 这个树把整个房子都盖掉 然后都是那边有很多的 你走过去的时候 头上好像有东西 一摸原来是一只像一个拇指这样 一只毛毛虫 那里等下一个很多那种叫做 我们叫做潜水亭 什么叫潜水亭会飞的 飞碟一样的 那个就山脏了 随时会停在你身上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小龙女 小龙王 叫青蛇 没有白蛇 所以他会 我一天最多是抓八条 法师你可以徒手抓到蛇 不是徒手 就是跟他讲话 一切众生皆有灵性 法师你太厉害了 然后就跟他讲 讲完之后 小朋友我帮你皈依 你今天会到这个寺庙来 表示你跟过去应该与佛有缘 然后要不然世界 得带雨灵 雨灵那么多 你今天会在寺庙旁边 那这样子好了 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我帮你皈依后 你就是佛弟子 然后皈依新云大师 你是我们的师兄弟 我带你出去 放生 你要躲起来 飞龙在天 潜龙在海 地龙在洞 你不要被人家抓去 所以他就会乖乖的 拿个袋子 他就跑进来 真的 有时候我抓了忘记 很多次抓了忘记 把他去放生 就把袋带在口袋里面 然后冰冰凉凉的 他也不会吵 法师你太神奇了吧 也不是神奇 这是我一直相信佛说的 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就像我们动物的细胞 是地球上只有两种蛋白质 一个动物蛋白质 一个植物蛋白质 我既然相信了佛所说的 那我们一切众生是平等的 佛是由人修成的 所以这一个 它也是动物蛋白质 所以它就要慢慢在修 对 就是它的灯光 我们它是有生命 它会感到害怕 会恐惧 人文也一样的 那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换位思考 它也不知道今天跑进来 会产生生命的危险 对 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换位思考 了解 就同理它的处境 对 同理它的处境 就像我们常常会很多一些摩擦 纠纷 亲子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而这世界上那么纠纷 就是我们没有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的最重要 要它怎么样换位 就是要慈悲 是 所以法师在034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害怕这两个字 或者是恐惧这两个字吗 会害怕 是人嘛 生命受到威胁 都会害怕 有一次台风来 那个风吹过之后 然后又没水 又没电 我还要防台 还要爬出去 然后我们那个 有一个小放尘池 那个鱼啊 那个井里又没有水了 然后我要去把水源接回来 那有的到了晚上的时候 旁边那个树吹过来 真的是鬼影重重 然后呢 你胆子不大 真的会自己吓破自己 真的 然后我对着 又没有电又停 我就点一根蜡烛在佛前 我说佛陀啊 现在啊 怎么办啊 我说大师啊 师父啊 你的弟子在这边 孤身作战 怎么办 然后后来就 那个风很大 打到那个门 就碰碰碰的 然后是千军犯嘛 后来 有个声音就告诉我 你好笨哦 你会不会练心经啊 玄奘大师 走过沙漠练心经啊 啊你站在这边怕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 发抖这样 看到 真的不害怕 不害怕 我觉得 哎呦 这个台风 这么多生命受到危险了 受到生命的一个 一个苦难 所以我就开始翻开 地藏经就在边练地藏经 练练练心就 回向给他们 就会定下来 所以 所以大师啊 跟我说 你好勇敢 其实我想 师父啊 我一点都不勇敢 只是不敢在你前面表达而已 可是法师 你的内心的强大 因为我在听你这样子描述的时候 感觉上法师就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可是如果我真的就也站在法师同理思考 法师当时候的处境 就是四周黑漆漆 我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寺庙里边 还要忍受那个风吹雨打的时候 然后那个声音 我很难不逃出那个寺庙 先可能去附近的村庄啊 还是找拥护人家去暂时避避难这样子吧 可是法师可以用你的智慧跟你的慈悲 去转化了整个的那个境况 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身先安住在当下 这个真的不是凡人能够做到的吧法师 真的很惭愧 其实我是一个凡夫 我也不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我是一个凡夫 其实受影响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大师 因为大师呢 他经过战乱 日军炸过之后 以尸体去算那个尸体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力量跟环境 那一个孩子 我从大师的一个传记里面 大师常常跟我们讲到提到 所以战争是很可怕的 所以他这个战争我还没有啊 我只是在删你而已啊 哎呀我是小case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 就是你有一个目标 而且我们就学习是什么 我们要承担 要遵守我们的承诺 那你假如说直下不承担 你这样子都害怕 你说要成佛 真的是只会讲而已 拿佛菩萨口水来读人家 你自己做不到啊 做不到到底要成佛 我看我不要说门都没有 窗户也没有 我发现就是聊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 绝年法师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而且法师的幽默感是在基因里面 可是法师的慈悲的那个力量 可以让我们很害怕的 尤其是这种蛇啊什么的 就在森林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这种昆虫也好 动物也好 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生命 我们也会选择尊重生命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常接触 所以我们也会害怕 可是法师可以就是来什么样的动物都好 你都可以用你的慈悲去对应 然后还给他们说法 还帮他们皈依 还可以把他们放在口袋里面 随身携带的这个 我真的太佩服法师了 对啊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我是一个奇人跟怪人 就是有没有说同理心 那有同理心的话你要去了解它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除了你之外 还有很多生命 我只要讲的六道 那你了解之后他们的生活习性 这个食物链 就觉得他是一个是我们的老师 向大自然学习 所以你看我就看到那个文子 我们叫幻象两千 幻象两千就叫做这个斧头锋 然后轰炸机就是很大只很大只的文子 然后我就想说 我看看他 哇他飞的时候又抓不到他 然后他飞起来人还要坐飞机 他直接飞起来是不是比人厉害 那你说那个斧头锋真的很厉害的 对如果遮到的话会很受伤 会需要进医院的法师 他很少遮我 可是到最后还是会遮我 可是你要了解 假如这个风群的时候 你碰到他的时候 你看他的非法是怎么飞 然后他的习性是什么 其实所有生命 不会随便侵犯人类 是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了 就像我们受到威胁 我们会保护自己 我们会去反击 我们会采取措施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这些 你看如果他们飞起来 你要你抓抓看 一只苍蝇在上面飞 你抓不到 你苍蝇的本领比你大 不要认为人类的本领是万物之领 那就是自我的膨胀 万物之领的话 可谓领在哪里 所以其实人类 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去思考大自然 跟人类的那个共处的话 基本上我们人类 其实真的渺小的不得了 感觉上好像很多事情我们都会 科技也可以走在最前端 但是如果一旦这些科技 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生活里面如果一天断网的话 就是你的WiFi不能用 你的Data不能用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的生命 好像完全就在那个当下枯萎了 但是人的本能 本来就不是靠这些网络来维持生命的 是啊 所以现在我们都说是科技人 科技是万人的吗 好啊 那我请问你啊 你身上有几只尘满 你算给我听啊 然后你空气之中有多少 维续菌有多少病毒啊 它数量你算给我听啊 然后你说一条河里面 横河里面有几颗沙 一斤面粉有几个分子跟原子 所以我说人类的科技 人是有限的 所以佛教讲的生命的真理 觉悟的光叫做佛光 生命的真理是无穷又无尽的 我们现在不是科技很厉害吗 然后到外太空探险吗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到外太空上天 我们移民到月球去吧 那你可以一口气不来的话 你什么都不是 是 死于死下还可以卖钱 死人还要花钱 是吗 老师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既然是文明的人 文叫做文化 名叫明明白白 我们要文明的话 我们要明白 我们现在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是超越种族的吗 宇宙里面有多少个银河 银河里面有多少个星星 每颗星星上面 它的比地球有多大 不是科技很厉害啊 那你厉害到哪里呢 所以人类是有限公司 宇宙这个生命的是无限公司 你用有限怎么去形容无限呢 对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说 像佛陀讲的 三千大千世界 无穷又无尽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不可说不可说 因为人类的语言文字 所有都是有限公司 对 但是因为宇宙的生命 它的那个 那个未来的潜能 是我们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探索到 它不是不存在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 对于未来的恐惧 或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恐惧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可是我们又自我膨胀啊 以为我们的科技啊 无所不忍啊 好吧 你在太空不要下来啊 你不用吃饭啊 你一可以要完 就可以吃了一辈子啊 对 我们是办不到的啊 科技的厉害 让你不要老啊 不要死 不可能 所以说科技 它是有限的 对 所以 所以我们讲的 宇宙 我们是要向生命学习 向大自然学习的 就像一只苍蝇的脚 就有几万只微虚菌啊 那你说你洗澡洗得干净吗 我们身上有多少层满 所以佛陀讲 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生命的共同体 它有所谓的 现在有好的细胞 坏的细胞 我们每秒细胞的 一种新陈代谢 是 死亡了又生 可是我们感觉不出来 对对对 因为它太快了 太快太微虚了 我们感觉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身体 就像个小宇宙啊 是 它是个生命共同体啊 有好的细菌 有坏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既然这个是 因为我是从事 生命探索教育 我是人间佛教 生命探索教育 我从事了差不多 已经有二十几年 三十年了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就像我们 照相机跟摄影机 你假如是单眼的话 你可以就是 把自己拉远一点 你从宇宙那一点 来看自己 这是它是全方位的啊 对对 不是一个角 就像我看不到我的脸啊 你看到我的脸啊 那你的表情怎么样啊 我看到你看不到啊 除非你用手机来自拍啊 对对对 那就是 所以当人家对你有一个 不屑啊 或者是语言上啊 那你不用太生气 因为你看不到自己啊 是是 所以声音飘就飘过了啦 它又不会停在那边 天空飞过的飞机 然后那个 那个云朵穿开之后 就是从云中过 留下的痕迹 一下子就没有了 是 可是因为我们人 人心就是太脆弱 往往就是因为 人家的一个表情 或者是一个撇眼 一个白眼 或者是一句感叹号 一个感叹号 一个问号 或者是我们现在 在网络上的这些 我们讲的emoji 它就是一个表情 你就会纠结 心情就会被带动 情绪又会被带动啊 我们就是渺小的如此 这是人的 这个也正常啊 因为我们是凡夫嘛 承认自己是凡夫 有喜怒哀乐 会恐惧 对 会没信心 会害怕 因为每个 只要你活着 你会有点恐惧 对 恐惧的事件不同而已 是 难道你就是 我们每个 就是佛经讲的 因为我们的命根 我们会怕受到伤害 我喜欢的事情 我在意的人 会怕受到他伤害 然后喜欢的 他怕失去 就是执着在那一个地方 强摘的水果不甜啊 树上的水果 强摘不甜啊 强求的因缘是不圆啊 然后呢 水果成熟了 你不摘它的 自己会掉下来啊 所以就是等时机而已啊 佛教讲叫做 佛教佛法 让我最敬佩佛陀的 就是他讲圆祈法 他讲圆祈啊 就像你说一颗米 我们看到是米啊 可是追缩 它前身是什么 道指啊 道指在追缩 它长在哪里啊 每一个圆啊 都是一个阴 扣一个阴 一个圆 扣一个圆 我们看到只是 这里就像 这个花在这里 你知道这个花里面 一个图画纸 一支鼻啊 它经过多少的 生残的过程 流程才会呈生在这里 是不是吗 所以 佛陀的佛法 觉悟的佛法 生命的真理 它超越种族的 沉住坏空 生住易灭 生劳病死苦 就算你不信佛 你也会老 你也会死 你也会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生命的真理 叫做佛法 佛就是自我觉悟的意思 是 它是流动的 对 所以法师就是因为在 从事 生命探索教育的 这些年来 是不是因为说 法师也身处在 因为灵山寺 也是身处在 森林里面 很贴近大自然的 一个地方的同时 那其实就跟法师 在做的 生命探索教育 其实它就是 非常的吻合 那会不会也是 因为这样子的 一个原因 让法师在 创作的部分 其实那个灵感 就是可以源源不绝 因为我看到 法师的画作 真的很多 很多 是 它是一个生命的流程 其实我那时候 会画这一些 是因为要感谢一个 一个善知识 就是我们的 种族 决成法师 因为我带 动力学 就是所谓 生命探索教育 其中一个叫 动力学 透过这个叫做 PA教育 透过结合 西方的一个架构 教育架构 结合东方的 内在的文化 所以 内观的文化 所以一个 东方跟西方的结合 就是产生 这个叫做 团体动力学 团体动力学 就是用 透过游戏 透过团 集体创作 来发现自己的 生命的亮点 或是不足的地方 所谓的 就像我们 就说 这一个 团体动力学 我们生命当中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必须要 跟很多人互动 家里一定有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阿公阿嬷 对不对 你要跟他互动 所以就是 透过大家一个家庭 也好的互动 来产生 然后发现生命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 所以就叫团体动力学 它可以 就是一个 一套 所以我用 佛法 所以我 把它写下来 这一个 就是大师 有一天 就是马来西亚 佛学院的学生 要到台湾 刚好在佛光大学 大师也在大学 我在现场 大师就问我 Jerene 这些马来西亚的学生 要到 034 你要怎么样招待他 怎么接待他们 我想想 我说 师父好了 这样子我们过五官 不用斩六将 我们来一个英雄群会 然后群英会 然后就在034闯关 他说好 一个都不能少 要带他们玩出慈悲 游出智慧 戏出真善美 那你要 所谓的玩游戏 玩啊 要玩出慈悲啊 不是像开心农场 我去偷你的菜 这样 那才会加分 那你为什么不设定说 我去帮人家浇水 我会加分呢 对 每个人都爱玩游戏啊 游戏从小 很多动物都是从游戏当中 去学习生活 生命的技巧 嗯 所以呢 我是觉得就是 玩出慈悲 游出智慧啊 游学游学嘛 然后戏出真善美 人生都是一套戏 你都是戏里的 最佳男主角跟女主角 你要怎么演 你要演悲剧啊 喜剧 还是舞蹈剧 还是恐怖剧啊 那都是你自己做导演 对 而我们又是导演 又是编剧 又是演员 反正我们自己说了算 其实就等同 我们掌握自己的生命一样 那生命的蓝本 要怎么去发展 然后要怎么样的结局 当然很多外在的因素 我们掌控不到 但是出发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掌控的 就是我遵守大师 告诉我的这个理念 确实在佛教 人家一般认为佛教 都是打坐啦 拜佛啦 练经啦 然后在木鱼 咕咕咕咕咕咕啊 所以呢 就觉得 这就是佛教吗 对对对 那你们了解佛教吗 这是 我不要怪说 人家不信佛教 是我们传法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 是怎么样 叫做人要的 是佛说的 是善美的 是净化的 所以人要什么 就是要符合他嘛 我们就是 让他透过游戏当中 然后带他们玩出真善美 菩萨不是游戏人间吗 所以我就 我就用这种方式呢 就带了很多年 五大洲都有 然后各年凌晨 不是小朋友喜欢玩游戏啊 青年喜欢玩游戏啊 大人也很喜欢啊 老人家更爱玩 而且玩得更疯 他就烦恼烦童 所以啊 玩了玩了 玩到最后我就 也有回到马来西亚 也到欧洲去 然后也有菲律宾 各个五大洲的来 带到之后 就是我自己有一天就生病了 病到这莫名其妙啊 然后其实我还带着一个团队回来 回来带这个马来西亚的每一年的 叫做写手同源 这些中学生 好了 这样带完之后呢 总助持就跟我讲啦 最成法师跟我讲 他说 诶 绝联法师 那你有出家人中 你是最带人家玩游戏的 你不写下来 等一下你有一天你老了 走了 就变成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写下来有用吗 他说你写下来再说啊 好了他就 所以我在写 其实他那时候他不知道 我已经得了一种叫做短暂失误 我拉起麦克风 现在跟你谈话 对对 我是总教练嘛 OK的 然后放下麦克风 我全部都忘记了 而且我回去之后呢 有时候带团了 开完会开到十一二点 然后回去就一直吐痰 吐到天亮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的生命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瓶颈跟困境 因为我也颜面神经中风过 我说我会不会又是 又来一次 这整个肿胀去中风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一次我上了 开车到了高速公路 然后我忘记哪只脚是刹车的 哪一脚是加油的 很危险的发生 那危险的话 就说地藏菩萨 大使你要带着我回到寺庙 然后回来我就在想 能为我的生命做些什么 能为我的侍从之恩 父母恩 侍掌恩 还有这些信众的父侍 能为佛教来做些什么 为这些我带孩子 因为每次带孩子 你会很感动 虽然过程很辛苦 可是等到他们分享回馈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然后就是我想 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一次 我就晚上 就是想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的生命 可能走到快要中战了 所以我就想 突然之间 大使写一笔字的画面 在我整个脑海 整个晚上 他就出现 他在写一笔字 然后我就看到 大使写一笔字 我很感动 他为什么要写 以他的那种高度不需要 他就是为了众生 为了我们 为了这个云云苦难的众生 所以我就想 师父 你是有文化的人 那我是一个 山里面的一个 人家说他们叫我山王 山寨王 是个猴子 没什么文化 然后我常常在那边 就是台风来 我们在那边做修山 我自己要搬砖块 搬水泥 然后就是修树 搬石头 再建设 再修山 所以我只会做这些初衷的工作 所以我就说 师父 你写一笔字 我来画一笔画好了 所以我就 就创作了 这一笔画出现 这一本呢 就是 绝尘法师给我的 他要我把那些游戏规则 我大概把它写下来 可是那时候 他已经 他真的不知道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接了之后 我承诺他 我说他承诺人家怎么办 不还的话 以后到极乐世界 还可以抓下来 所以也就开始 可是我真的 连自己 有时候连忘记 连我家人的名字 我都忘记 于是呢 我就开始用笔 在那边了 用铅笔 你看我画的 连圆圈我都画不 所以法师这个是你 创作一笔画之前的 那个完整之前的 这个过程 是的 我觉得可以让 观众朋友也看一下 都是法师 每一个晚上 就是能够记多少 你就尝试这样子练习 对 他一笔要画完 比如说他这样子 画过来 一笔 你的生命点 我们生命就像一个点 点下来 在妈妈肚子 就像一个小蝌蚪 他点了之后 是一个软 瘦筋了 是一个点 拉开之后变条线 那线呢 绕回绕去 然后再变回个面 你这个点 拉开之后呢 你就不能回头了 你不能再回到妈妈的肚子 对啊 所以你只能往前走 所以我 大师给我 拉一幅墨宝 叫做向前游户 我跟他接一个 后退无目 所以于是呢 你就会画成一个 所以我开始画的 都很简单 真的 很简单 我画了差不多 一万七千多个 我的头脑就慢慢修复 修复回来了 真的 法师 你的那个记忆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画方法 然后把它 回来 慢慢回来 可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可以说 记忆反山 明白 法师 如果你不说的话 基本上 我是感觉不到 法师说的 就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段经历 因为法师很灵活啊 法师说话就是非常的连接啊 而且都是 我觉得比没有生病的人 更加的思路清晰啊 好像我们自己本身也会 有时候就讲了之后 前言不对后语啊 所以法师你不说 真的完全感受不到 可是我觉得法师 这个是你的坚持的功课 因为当你的生病 受到非常大的挑战跟挫折 你在十字落口徘徊的时候 我在因为我小的时候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懵懂的 然后这是一种无知的 然后到青年的时候 我是一个彷徨的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到学校 受过这个学校的霸凌 所以我经过 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生命的历练 所以我就想说 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当你有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是坚持你的生命的目标 人生没有目标 那你就像一个高铁 随时会出轨 就像没有开车 没有GPS导航 你时常会迷航 所以你活在这个生命 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的这辈子 我的生命目标是什么 你有一个目标之后 你就朝这个目标走 我的目标呢 就是要寻找生命的真理 了解 可是法师的那个坚持的 那个意志力 我是非常佩服的法师 因为法师的每一幅 就好像我们一般上我们说 画一个圆圈画个三角星 我就画了一两次就放弃 可是法师就是可以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把它就是千变万化 我觉得就是法师也印证了一句话 就是生命真的掌控在自己的手里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看一切就是所谓的虚空非大 愿力最大 你的心最大 一切违心照 所以你看一笔画 我画了一万七千多个 都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所以它是缘起缘灭 就是回归佛陀的一个主要思想 它合乎科技 合乎现在的逻辑 所以它是缘起缘灭千变万化 法师你很厉害 真的我这样的看随便看一页 它真的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 其实是经过生命的旅程 这些画就是我为了写这本动力学 然后就去画这些画 要写就开始 因为我什么都忘记了 所以我就有画 一个晚上有时候画到通校 法师一画下去就停不了 有时候还停不了 然后他就随着这样子画到 那个思考就慢慢回来 假如是觉得很辛苦的话 也不会了 那你因为叫做 以现在来说叫做转移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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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啦 然后这样子 因为它叫连线 生命连线 生命连线可以追溯 慢慢慢慢把它连起来 所以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像定 定在哪个地方 定在这条线上 是 我觉得法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从法师找回记忆的锻炼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平日很多这种日常生活的习惯 其实我们很不起眼的 可是我们就常常忽略掉这些不起眼的动作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帮助不了的 那个帮助不大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想说 向外依靠就找人 述说 或者是找医生 我们最厉害就是看医生 医生因为会给药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精神寄托 就放在医生身上 一旦那个药不灵验 或者是身体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就说医生不好 就会有至少有一个依赖的对象 可是你看法师的那个记忆失去 可是他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 法师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 用这样子的一笔一画 然后用自己坚持的那份愿力 然后让自己把那份记忆的能力找回来 我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法师 太强大这三个字 好像没有办法 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法师的那个 坚定的那个意志 这个也不是我太强 也不是我觉得 这是能量很强 因为我有信仰 我信仰的是佛陀的佛法 我信仰的是 幸运大师的人间佛教 我在思考 人类有什么样的理论 其实我在寻找的时候 叫做迷茫的少年 我经过进化论 经过各种宗教的理论 说服我自己 干嘛 人活着这么辛苦 干嘛 迟早要死 干嘛喝得那么辛苦 早一点死晚一点 还不是要死 不是吗 所以就觉得说 我必定要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了解 当你找的话 我觉得这个GBS 我的设定目标 好像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我就找这个方向去走 是 所以一笔画就这样子产生了 所以法师就从这个最基本功 然后慢慢练习到 我们今天看到桌上的 呈现的这些 有颜色的图 都是法师一笔一画给画出来的 这个一笔一画的话 在创作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用最简单的笔法 那为什么会用圆呢 这个圆就是我们是 叫做点线面 所有的 比如说电脑 它的基础就是零跟一 到底一多还是零多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法师 这个等同于先有G 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是一样的 是一样 可是我想问您 一它弯起来就是圆 然后圆切开拉子就是一 也对 对啊 所以你说像电脑那么复杂 它的基础是在一跟零 一跟零就等于圆起 它可以就像千变万化 只是个线条 你怎么弯怎么弯 可是它从点开始你点下去才会拉开嘛 对对对 叫做点线面 生命的过程它不是说就像我们的手 手掌代表手掌嘛 代表莲花 手背代为污泥 那个历练 可是我们中间啊 要有什么样 要有筋骨啊 我们筋骨是看不见的 假如说我当污泥 我成就别人 我是当别人的一个养分 可是你 污泥里面没有莲花的种子 怎么会长出莲花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二分法 不是对就是错 不是善就是美 秦始皇 怎么样的暴君 可是他留下统一文字 造福了现在我们的中华文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的源起 就是你要从各个角度 从始法界 去看这个世间 看这个生命 就是生命 因为它是无限的 所以当你站着越宽广的 那个维度去看的话 你的世界就会变大 所以变成你看事情 它就不只是单一的二分法 它是用一个宏观的角度 去看待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任务 那它的可能性就会变多了 自己的选择也变多了 是的 就像我们想水 水就好了 水加咖啡变咖啡嘛 是 加酸就变酸水嘛 你放个柠檬下去变柠檬水嘛 然后呢 你这河里的水也叫污水嘛 这各种就是水嘛 雪里面也叫做血水嘛 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水 它现在是一体啊 一体你摸得到 沾得到 只要你拿去 把它煮沸了 变气体 你抓抓看 抓不到啊 变了气体之后 它结成冰了 拿去后 我拿这个水 到冰库一冰 变成固体了 对你又看得到 你又看得到 又抓得起来 可以丢了 所以啊 就是打雪仗啊 不是那种啊 就是跟那个雪啊 做成雪球来丢人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呃 请问水是什么体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体 是 就是 千变万化 点线面千变万化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 千变万化 是 所以这个啊 这个画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它叫做点线面 它也叫做真三美 啊 那点呢 就是我们出生次是点 啊 那我们的生活时间 拉开有时间跟空间 嗯 叫做线 啊 那弯回来寻找生命的价值 就是一个面 哦 然后它也叫做真三美 生命是真的 时间可以善用的 寻找生命的美 它也是叫做戒定慧 嗯 戒就是我们活在 现在人间的鬼则 我们是人 对 嗯 同样动物我们叫做人类 嗯 不管你黑人白人 你叫做人 是 然后呢 这个 戒呢 就是 就戒定 就定在时间上 嗯 嗯 就是随着时间的 对 对 然后 会呢 就产生生生命的智慧 而生命的 开始经过历练 所以千锤百炼出身山 内佛焚烧莫等线 焚身碎骨 心无愿 嗯 你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哦 就一句 哇 法师 这每一句话 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就是一首诗 他是一首诗 对 他这个就是一首诗 可是法师可以随时就捏来 可想而知 法师 不是你自己所说的 我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法师如果说 这真的是没有文化的人 怎么会口吐那么多的诗句歌赋呢 这个诗句歌赋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诗词 我喜欢诚语跟诗词 虽然我在马来西亚 只有国小的教育 嗯哼 然后呢 到佛学院去 佛工山佛学院去 就读 嗯 其实我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呃 在整个学习过程 因为我也不会注音 我也不会罗马聘音 了解 然后呢 所以到最后 我自己靠着就是 佛我都敢学了 嗯 所以就是一股 就是一种啊 好像苏人不苏弟 我说佛都敢诚 法师的战斗力很强 所以法师如果说 你没有那个中文 就是我们说书写 或阅读的根基的话 那你后来出版的这些 这些创作 里面的文字都是你的 是的 这是佛菩萨加持 还有 因为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都会想着大师 想着地藏菩萨 因为我是地藏菩萨 是我一个 说要学习的榜样 嗯 所以呢 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观想 菩萨请你给我力量 啊大师啊 你要带着我啊 师父你要带着我啊 现在众生需要什么啊 嗯 然后我大部分都会有一个 呃 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渺小的 对 我们是凡夫 嗯 所以我们需要靠我们的信仰 靠我们的一个 信仰的真能量 呃 来启发我们类型的能量 去互相的一个结合 互相的牵引 所以当你有这一份 不是为了自己 不要说为了苦难的众生 嗯 只是想我们为生命 可以去服务别人什么 所以法师的强大到他的 就是法师的创作 画作也好 都是可以连同文字 一起诞生的 所以变成我们看到 桌上的这一些 就是法师生命探索的 有分A侧 B侧跟C侧 嗯 里边就是不是我们随便说 哦 你坐在那边就可以画出来的东西啊 是 因为那个创作 对我来讲 他必须要真的千锤百炼 还有他的灵感是要真的好像开水喉 这样子一开就有 所以法师的那个创作力 真的就好像一条长河这样 源源不绝啊 所以这个就像我到了印度去 呃 看到佛陀在菩提凯亚 然后我们在晚上 半天我就不睡觉了 我就看出来看佛陀开悟那颗星 星星 佛陀是阅读明星开悟的嘛 是 那我就对着那个方向 我就看 诶 确实一个很亮的星星 可是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开悟啊 因为他是 后来想啊 同样的嘛 怎么吼 那样念金刚经 因无所住和升起星 六祖就开悟了 啊我呢 所以呢 他必须是修累节的 所以啊 你就像万丈高楼从地起啊 你一出生是个婴儿 不可能吹个风 你就变成了现在的你啊 对不对 你要吃了多少米 要穿了多少衣服 多少人包括你啊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嗯 啊没有个过程 所以我这一套话叫做 人间佛教生命的过程 嗯 它就是结合了 戒定慧真三美点线面呢 他是用最简单的笔法 啊 那走过整个过程 用就是现在的这一套就是 呃佛教的这一套的一个心灵涂鸭 嗯 因为超金它是黑色的 然后黑白的 嗯 然后呢 因为彩色会让产生愉悦的 那我的生命蓝图 要上什么颜色我决定 嗯 没有别人可以决定的 对对 啊 所以呢大师呢 有一次我生病病的严重 大师突然就来了 不告诉我 嗯 那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是肿的 哦 然后他也带一群人来 他就跟我讲 问了一些问题 后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呃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 当时就跟我说 哎我来看你啰 然后就是坐下来 嗯 他就跟我讲哦 哎你在这里几年啊 我说师父我已经十二年了 嗯 哦十二年了 第一次跟我讲是要我七年 啊 他跟我讲讲话就说 哎你留在零三世 因为我们佛光三世 四年一定要嘛 对对对 调动嘛 他就说 好啦你打一个七年 嗯 七年他就说 啊接下来他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你在这里多少年了啦 第一次来零三世 也是唯一的一次 嗯 我说师父我十二年了 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你说我勇敢 我已经不行了 他就开始讲哦 讲故事讲讲讲到之后 他讲一个叫做法秀观音 嗯 法秀观音就是说一个 啊他已经被这个 呃中国大陆收藏了 在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的啊 法秀观音 啊 用头发秀的观音 他说这个观音呢 他珍贵在哪里 就是他的这幅 整个观音像 是一个女孩子 从他开始留头发 一出生留头发 用他原来的头发 秀成一幅观音像 哦 所以他就跟我说 有些人做很多事 没一样成功的 有些人做一件事 啊他成功了 所谓的成功呢 就是他完成了 嗯 我的成功就叫完成了 所以我们常说的 呃只要你有一个目标 嗯 生命一定要有目标 哦要不然你就是 飘扬大海里面 像一个小钟 对 啊 所以我这个 就是我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慢慢的我在探索教育当中 大师说的 人要成功 要幸福美满 不是靠学历 学习的人力 所以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力 对 高人力不等于高成就 我把记在后面 嗯嗯嗯 我接下来大师的 这个后面那几个词来解释 嗯 所以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力啊 对啊 高人力不等于高成就啊 高成就不等于幸福美满 你人生是生命是圆满的 是就好像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是 住大洋房 然后呢坐大车 嗯 可是他的品德修养 他一开口就骂人的时候 就不能画上等号 就是我们以前总会有那种 那种就是顾不自封 或者是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说哦 他是有钱人 他有钱人的话 他的他的品德修养一定好 不是的 或者是我们就会看低 可能他就是在街道扫地的 一个清道夫 我们就会认定说 哦 他就是可能满口 满口粗爷会语 可是没有想到人家开口 就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有礼貌 有文学 有气质 有修养的一句话 所以他是不能用 外在我们所看到的 来做一个对比的 呃 站在生命教育 探索生命教育的立场 就是 呃 我是觉得 生命没有贫富贵贱 它是平等的 就管你各行各业 对 啊你说好了 你的 你的当律师啊 或者是当什么高层的啦 这社会上有名望的啦 比如说你当大学的教授啊 可是你教授教授 假如你没有那种本事 那种那种那种平德 那种实力的话 你是社会教的野兽跟怪兽 不是吗 哈哈哈哈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教授教授会变成是野兽和怪兽 你这个所谓的你要怎么分 假如说好了 你很厉害啦 那你学 呃 学问烟箔啦 那你是一个 一个大老板啦 好了 你车子坏了 自己修啊 哈哈哈哈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走到半路的时候 想要上厕所的话 自己建厕所呀 对啊 然后那你吃饭自己 自己自己种米啊 自己煮啊 都是自己种菜啊 所以佛教大师说的 生命啊 我们要共生的 共生要吉祥 同体共生 共生要吉祥 不要共生的话 我看不起你这个扫地的 我看不起一个农夫的 农夫种的菜 你才有菜吃啊 是是 我们要对他尊重 最肯定 所以职业没有高跟低啊 嗯 身份也是 对啊 所以你以为你有钱 你有钱又怎么样 你又不会给我 对不对 啊 法师这就要最实际 也最幽默 那你有钱的话 你又不用吃饭吗 嗯 你不用睡觉吗 对 有钱你就不会老 不会死吗 你就会 真正你会快乐吗 你比人家高一等又怎么样 是 啊 那钱你 躺下去了 你带得走吗 嗯 所以你的你的钱就 就是 这个钱的定义又是什么 今天好了 现在战乱啊 啊 然后 或者是 地震啊 或者怎么样啊 然后你身上带 我们有一个 这个这个 呃 故事 半斗花的生命探索故事嘛 三兄弟啦 然后现在要逃难了 嗯嗯嗯 然后哥哥就带一个黄金啦 那黄金到了那个沙漠 然后里面请问你黄金呢 啊 另外一个带件衣服啦 另外一个带个水啊 哪一个可以活下来 肯定带水的那个可以活下来啊 对啊 你黄金可以当饭吃吗 不可以 你钻石可以当饭吃吗 肯定不行 所以我里面啊就是啊 那个有一个故事里面写的哈 所以有一个叫做美金跟台币啊 嗯嗯 对话 一个保险箱里面哈 银行的保险箱 这个美金就跟旁边的台币说 他说哈台币老弟我比你值钱 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 嗯 大家哈 人类为了我哈 真的是争破头啦 然后用尽方法啦哈 真的是天天在追求就是美金嘛 是 我最最有价值啊 哎 然后这个台币就说 他说老哥我们都叫钱啦 所以都一样的啦 哈哈哈哈 然后呢这个 主人用我们叫做财产啊 嗯 不用我们 主人不用呢 叫做遗产 哈哈哈哈 财产是什么啊 财产是自己用的啦 遗产是别人用的 很好 然后就万一句说 两个都不用呢 嗯 那就废子一张 对 哇说的太好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类不敢面对现实 嗯 所以我们真的叫做文明吗 文就是文化 名叫做明明白白 我们不敢面对人类的生命的问题 嗯 所以你会产生说 哦 我们自我膨胀啊 我们科技多厉害啊 好吧 你毁掉了地球就像现在啊 啊 美国啊 跟跟中国啊 呃 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核子弹 爆炸哈 可以毁掉两个地球啊 你跑到哪里去 人类 共生共存 对 所以你说 你说恐龙啦 恐龙来毁掉地球啊 是人类啊 人类用双手 毁掉地球 嗯 也用可以用双手救你地球 对 啊 所以地球只有一个啊 你再了不起你只有一个啊 是 自然离离不开啊 听到法师这样子说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很理解 其实我们生命是共同体 然后当然也是平等的 就是佛说一切法都是众生皆平等 然后每个人都有成佛的那个未来的可能性 当然回到我们法师的创作画作里边 那其实是任何的一个年龄层 不管是身份 不管是什么语言 只要你是生命体 你就是人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从法师的这些绘图里面 找到你的生命价值 或者是看到你当下想要的东西 是吗 嗯就是我们这个创作呢 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嘛 所以每一个他所以他画作里面 他可以担扶的 他总共呢我开始画是A册 A册的时候从生命的一个来源 从妈用解剖学 从妈妈生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着床 然后再出生 所以人生是很难得的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 有些好几个故事 生命生下来了 他要卫星导航嘛 生命的目标嘛 是 然后到生命目标过来 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嘛 那经过到最后呢 呃 26幅 最后一幅呢 就是共生共荣爱地球嘛 嗯 那我画了五个人嘛 我五个人代表五大洲嘛 地球就是蓝色的一颗星球 一幅月相一朵莲花 存在着我们嘛 所以我们能力有两个妈妈 一个妈妈就是第一个 生我们来的 呃 生我们来的一个一个世界 来到世界 啊第二根呢就是这一幅咯 哦 这一幅就是共生共荣爱地球 了解 所以法师这个是A册 就是刚才法师说的 生命的那个初开始 是 他是红色代表心脏代表学艺 哦 所以颜色也是法师非常的 就是有设计过的 是的 明白 所以也代表心脏 所以这个是生命刚来到世间 所以它从妈妈的肚子出生 到共生共荣爱地球 然后过来呢 这一个就是B侧 有了生命出生了 我们在就是有时间 每个人的时间都24小时 是公平的 然后时间就是春天 然后我们这个是叫做能量 能量要活在现在世 不要活在过去世 才有未来世 过去的光荣 过去的悲伤包袱 会障碍你的生命 它已经过去世了 所以过去心不可得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大英帝国还存在 以前的旷徽吗 秦始亡还存在吗 所以我们不要为过去的种族 各种的一种仇恨 一种荣耀 然后来增加我们生命的包袱 了解 所以这是法师在里面 从时间我画到空间 这个B侧它代表肠胃 肠胃它是黄色的 然后肠胃吸收能量 我们才有办法走下去 了解 所以这一个总共34幅 这是比较实识知识分子 有一点它才比较能体会 明白明白 所以第三侧就是西侧 第三侧就是西侧 西侧它是绿色的代表肝 它代表植物 肠胃过后就代表肝了 代表肝 然后它绿色也代表说 我们要排毒 那也代表会 这个叫做戒定会 真善美点线命 然后这一个就回归 我们透过生命 透过我们的肠胃 然后就是透过有时间跟空间 然后我们寻找生命的美 就是绿色的 生命的美呢 我是从生命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现在的普世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人类面临 所有生物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受伤的森林 无奈的海洋 哭泣的冰山 所以就是跟我们讲的环保 就是也除了环保之外 它就是现在我们人类的 吃喝玩乐也好 我们的欲望也好 地球已经被我们破坏的差不多了 因为地球是我们的妈妈 了解 所以于是呢 我就画到这个人类的传承 这里人类的传承 所以变成法师的这些画作里面 一定会伴随着那一个文字的创作 就是法师的创作 它有一个主题 现在有一个主题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缠绕画 缠绕画它是一种 就是没有主题的 是随意画 然后这个比如说 我要创造这一个共生共荣 爱地球 它有一个主题 然后呢 就是怎么样共生共荣呢 一定要伐水长流五大洲 所以对 所以这一个呢 就时间跟空间呢 一定要有一个春天的代表 所以它的创作 它有一个 这个是滑脏世界 所以法师是有一个脉络的 大家就是可以透过这个画作 但是随意上色的部分 就是靠个人当下的那个感受 所以就像吸尘美 要美的话 你要寻找生命的美 你要寻找幸福快乐 你要寻找成功 你要先了解 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当你痛苦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因 了解 你要了解因的话 你回缩过去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情境出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生命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 粮食危机的问题 资讯呢 这种混乱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人员政策的问题 因为要有电 要有电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发电 所以呢 就是以前我在五年前 我就花大家戴口罩了 法师有预知的能力吗 不叫预知能力 这是一个过程 你看到的 所以法师是看法师的这三本画作 就是它一个系列 是从个人的生命体的来源 追溯了 然后我们慢慢扩张生命 然后再到我们就是延伸的时候 要从自己的生活周遭 感受到的 体验到的 看到的 学习到的 经历到的 然后再延伸到社会啊 国家啊 世界观 所以法师的这三本画作 它的脉络 就是慢慢的扩张 让生命不断的 就是往更更广阔的方向去看 是 就是我们在 我在创作过程啊 因为人 人类要传承嘛 嗯 然后人类要传承 动物也要传承啊 对 所以我们人类传承是什么 所以我从受伤的心灵啊 这些面临的挑战 我们会 走到人类的传承 嗯 我们要传给下一代是什么 了解 所以呢 就像一个 我们不像一些老虎狮子啊 为了物种而生存下去 因为我们叫做文明 嗯 那地球怎么永续经营 就是需要靠文明 靠文明可是我们必须要戴对眼镜啊 嗯 哎 我们就像我们戴眼镜啊 你头牢戴个望眼镜啊 嗯 做事戴个显微镜啊 心要戴个放大镜啊 人我是非恩怨情仇戴个墨镜啊 哦 然后 哎 千万不能戴上有色的眼镜啊 大家相处戴个老花镜啊 都看都可爱啊 哈哈 你假如你戴错很麻烦耶 你假如你心戴个显微镜啊 嗯 你的你的你的心就像那个鸟啊 显微镜啊 要放大人家的缺点优点 全部都跟着放大 对啊 那你假如你头脑啊 戴个墨镜 你什么都看不见啊 你戴上 你戴上有色的眼镜 例如说你戴黄色的 你看到东西都是黄色的 人家跟你讲 不对啦 不对啦 这是黄色的 是是是 所以就是 黄色就带为那种 我们就说邪知邪见啊 嗯 所以你不想吗 你种了木瓜 你想收成的时候 变成西瓜 因为西瓜有价 那你吃的是苹果 到你肚子 你希望它变成柳橙 那可能吗 那不可能 啊 所以你喝下去的 你喝现在的 我们的所谓的 呃 塑化剂啊 这种化学的一个 一个呃 呃 饮品 嗯 那你喝下去 你喝了个葡萄汁 到你的肚子 肚子是葡萄汁吗 你的口味是葡萄 可是到你的肚子里到就变成了化学了 嗯 是 所以等同于法师的画作 法师是有自己的那个脉络 就是那个设计 那个概念去呃 伸展开来 但是经过变成说 去到外面呃 看的人 那个感受力 跟他当下要下笔 用什么样的颜色 就由那个 当下要画的人的那个感受 为一个 嗯 我们讲的那个当 当前 就是为准 对吧 就是他想要上 有什么样的颜色 就由他当下的生命的感受 跟经历 去汇涂了 我觉得哈 每一个彩色哈 每一个人都喜欢彩色的 没有人喜欢黑白的 嗯 就是你出生就像个白子 跟黑白的 可是你经过这个 生命的历练的话 你学到是彩色 还是全部是黑色呢 嗯 嗯 所以呢 我呃 这个颜色是你自己 喜欢的颜色 对 那你的画法呢 你可以用打圈圈 然后就打圈圈 就是会一种 会让我们老经会慢慢的 因为我们十只手指 就十二经络 中医讲的 嗯 然后我们透过 透过我们的手指去操作 没烧神经 这一个去呃 给他有一个 呃 打笔的时候 或者是把颜色 你选择的时候 你有思考 嗯 然后颜色会带动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对 然后出去的话 看到一个花园 呃 缤纷的彩色 缤纷的色彩 你会觉得很愉悦 嗯 这个情境会让你很愉悦 所以彩色会让我们的老细胞会活化 会有能量 我们曾经有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哈 有一个国中生嘛 然后他他每次做功课 他要考高中了嘛 嗯 每次做功课都做到半夜一两点 他妈妈就很烦恼 后来有一个呃 天地教的呃 这个堂主来看到我这一这套画 嗯 就带回去送给他 送给他就带了一支彩虹笔给他 嗯 他就呃他就来到之后 诶奇怪了 他就和写作业所到十点多 他就写好了 什么原因呢 法师 因为他以前写作业是一边看手机 一边写作业 那难怪一定会写到半夜 啊 所以啊 他现在到时候这个很好玩 他颜色会让他很愉悦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给我的呃 回馈分享回来 我是蛮感动的 像有一个他是一个呃 27岁的24岁的年轻人 嗯 他的爸爸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妈妈癌症往生了 可是他妹妹也是犹豫症 所以他他爸爸又是癌症 是有他一个正常的人 然后他来到034岁 我就看他的脸只有两个字 叫做苦 嗯 他的脸呈现就是苦啊 苦啊 所以是我就跟他说 你来画画上颜色好不好 他就跟我说师傅 我什么都会做 可是我我不喜欢画画 我说没关系啦 三分钟两分钟 你给我把他上颜色就好 上完之后他觉得很愉快 他自己画了一个画很漂亮 就像画了一个水壶 一朵菊花他在浇水 很舒压 这是艺术疗愈 明白 就是一种所谓的音乐疗愈啊 心灵疗愈 透过色彩 透过我们的手 就末梢神经 让我们的思考 然后你就专注在那边 很快速 为什么师傅你要教我三分钟 我是生命有限啊 要你拖了那么多时间做什么 我说 这个就像大师说的 佛法要一术化 一术生活化 怎么生活化 它就像个卫生纸 擦一擦 然后新鲜心情好了 擦一擦就放在旁边 明天就不同的心情 你就上不同的颜色 了解 所以法师 那如果我们现场 就是来做一个模拟 我可以真的三分钟 涂完一幅画吗 两分钟都可以 一分钟都可以 法师我不相信 来我们挑战一下 好啊 OK啊 就让你们试试看 就是随便跳一幅画 都可以两分钟完成吗 没问题 都可以 哪里就好 来 这个就是我们抽一张 就是生命的蓝图 然后我们畜生 没办法选择父母 然后也没办法选择 你的性别跟长相 所以抽出来呢 哪一幅就是哪一幅 我亲身的生命的功课 好 五四三 就抽好了 就抽 抽完之后呢 这是一支彩虹笔 这是台湾的 然后呢 它有几种颜色 那就是你用这支笔呢 你在一到三分钟时间 把它变你的生命 从黑色变成彩色的 OK 所以三分钟哦法师 这个 不用三分钟啊 我们都说两分钟就好了 哇 它也可以 大家一起画 你几个一起画 真 哦 也可以说 三四个人 我就画一个 可能就是把其中一个完成 这样子也可以 那你画画看啊 你就是每个人看到这幅画 它要从哪里下手 它要选择什么颜色 那你就不要太在意 就随便画 随你的心意画 所以你就上颜色嘛 对 就像我们都喜欢涂鸦 心灵涂鸦 是因为法师讲三分钟 我就有三分钟的那个时间压力啊 有压力你就会去专注啊 对对对 那时候啊 时间来不及了 就像我们说嘛 飞机了 要起飞了 然后你最后三分钟了 你要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吗 生命只剩下啊 假如说有一个保险公司告诉我说 你生命只剩下三分钟 你要做什么 可是就没有这种保险公司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以最快速的看你怎么画 好 选择什么颜色 过去了 过去一分钟了 过去一分钟啊 没关系啊 挑战 挑战 法师要我三分钟把这个图给涂完 哇 颜色可以自己选 是 有时候要省时间的话 连颜色也不想选了 可是我还是想要珍惜那个 就顺着那个因缘走 反正就不选了 拿到什么颜色就涂 对 所以法师里面的那个ABC册里面都是 每一幅都是绝年法师的那个创作 所以就由大家的当下抽到哪一张 你就用哪一张 然后法师说的三分钟你要把它完成 试试看 可不可以这样子 OK的 你只要是我们不要被它陷阱 对对 不要被这个 我们每个文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文化框框 我们家里成长 虽然每个人都签都是没有相同的 世界上没有办法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女 对对对 看手机看坏了 然后叫妈妈再生一酸给你了 有没有十倍胎 那是不可能的 是啊 所以我说你宝贝不宝贝 宝贝宝贝我很宝贝 是是我们都要先真爱自己 所以法师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没关系 我就看我涂到哪里 对吧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每个人的头发不一样 而且我还要一心多用 还要跟法师对话 虽然说画面上面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因为我们podcast的话呢 就是只是单听声音 所以各位线上的朋友 如果说你只是听我们佛幽podcast的话 想要看到我的那个画作 或者是看到绝年法师的画作 你就一定要上到我们马来西亚佛光山的 那个YouTube channel 就同步我们就会上载 法师今天的这一段录影 转访这样子 好法师时间到了三分钟 三分钟 你觉得说三分钟你看你这个画 哎呀我怎么办呢 我没有画完 人的生命是这样子 心情是一时一时的 生命是都会一段一段 会一起一起的 它是会延续的 我们今天没有画完 我拿圆来看也不错 对啊 也很好看 是啊 有些事情呢 我们就说今天做不完的事 明天做 今天的心情会影响明天 你为什么非要今天把它做完呢 就也不要急于说 一定要当下立刻 马上要别人解决 其实它也反映了我们做事的那个态度吧 因为当法师说 要三分钟的时候 其实我当下就说 好我就在三分钟里面 我本来的大方向是说 哎要把它 还没有看这幅画之前 我说三分钟要把一幅画给完成 但是我一看着这幅画 我就知道三分钟是不可能 但在我涂鸦的那个过程 我就已经想到说 其实当下三分钟是法师给我的一个功课 也是给自己的功课 涂不完的 那就先放下吧 他不是执着要一定把它完成 因为法师从来没说过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偷到这一幅图 啊怎么这么复杂 啊怎么这么多 要这么多的一个图像 框框 那你就想被它框框住了 我可以用你一个一个图 我可以用整片图啊 对 我就不要被这一个图形所框住啊 跳出那个框框啊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做选择 所以这一套话是每个人都会经过的 那每个人的生命过程 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对 每个人一活下来 只要你活下来 你懂事了 你就怎么样 你要每次都要做选择 要做学习 要去承担 那你学习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承担 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你想要的 是 但是法师这幅画我后来 我其实是很专注在看法师的文字 我还蛮喜欢这一个 就是这幅画跟这一段文字 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对人生的一个看法 他就说 人生的旅途复杂交错的确 若无目标即是方向 生命导航方向正确 趋吉避凶才能圆满 所以我们就是抓到方向了 其实就是让自己不要 就是一直一味的往前 冲冲冲冲冲冲冲 结果忘记看到一些事情 是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也会伤害到他人的 就是在整个的人生旅程当中 只要真的就是抱持那个真善美 其实就是一份慈悲 去善待自己 也同时善待他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不能单独活在世界上 所以你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跌倒 你会哭过 你会心里 哪一个没有难过过 哪一个也哪一个没有笑过 所以这个所谓喜怒哀乐里 这是佛陀讲的罢苦 人已活在世界上 你就走上 你从你出生那天 你就走向死亡 走向老化跟死亡 这个是生命的真理 不管你是多有钱 不管你是学位多高 不管你今天是国家领导人 所以你必须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因为情死亡已经不在 要不然再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在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什么 你曾经哭过笑过 曾经生气过 曾经迷失过 曾经沮丧 都会有 这是过程 你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停在那边 你就停在那边了吗 小鹿一只鸟 停在那个雪地上 它不走 它会不会被冻死 所以就是毕竟要飞 所以它只是你的生命的一个过程 你不要把过程 就当成了你的中战 就是父母来到世间陪我们来 然后什么时候它走 我们不知道 像你这幅图 就是它很多 就像那个新车上路 后面就有个解说 人一出生就像一台新车 上路了 上路到时候 哇 怎么这么多交通 有时候去到那种 叫像蜘蛛网 我要往哪里走 走错路是正常的 了解 因为我们人不要认为说 我很完美 我很聪明 我很怎么样 那个就叫自负了 你必须要学习 要谦卑 要这所谓的 要忍辱 所以你要 很多事情你碰到的时候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碰到 不是吗 可能别人也会 不止啊 每个人都一定啊 你看到今天成功 他经过多少的一个历练 对 千锤百炼 所以你万丈高楼 从第一期啊 你要一领一大楼 你要有第一楼啊 就像一个故事啊 你只要第三楼 不要第一楼 你怎么该第三楼吗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法师的这一幅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里边说 生命需要导航 其实就是等同于我们 就是生命里面 就需要有正性的佛教 因为有佛教 有佛法 就会有办法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敬爱的 新云大师 他的瑞智 把最艰辛的一个佛法 佛陀的真理 因为以前翻译经典 都是那种 什么就是那种 汉宁学士啊 文言文 那怎么看得懂 看不懂啊 对对 所以尤其是很多人 误解佛教的理论 也是这样子 那你太深了 不是我要的 你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生命连接 所以他翻成这样子 就像他最简单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佛法 佛法是什么 我跟 因为我带 生命探索教育的 这个培训营也好 体验营 共识营也好 然后呢 我们就跟 来自不同的信仰 有天主教啊 罗门教啊 道教啊 回教啊 任何的宗教 对 因为我们就站在 生命的高度 然后就是告诉你 佛陀其实他讲的 就是生命的真理 也是人要的 人要的 而且你逃不掉的 就是 他是个佛字嘛 后面一个佛嘛 一个佛字 就是超越人类嘛 就像我们现在 露眼 我现在看到是 你的样子嘛 假如是用那种 显微镜 看你的样子 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所以就天言法言 会演佛 我们只有露眼嘛 所以呢 就像我们的一个 一个 所谓的一个 摄影机嘛 你是一个全方位的 还是只有 单眼的 这单眼的话 你就直线看嘛 就像我们看不到 我们后面嘛 所以我有时候 我想啊 老鹰比我们厉害 飞那么高啊 下面有只老鼠 走他都看得到 是 我们还用望眼镜 望眼镜 会比准呢 对对对 当然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绝年法师 用很幽默的方式 也用很直接了当 其实生命的探索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 去汇出来的 对 当然如果说 今天你对于 法师化的这些创作 当然我们佛光文化 其实就是有链接 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 这个官方平台上面呢 大家也可以 欢迎随意去认购 法师的这个生命探索 汇图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很了解了 法师的概念 那法师是有设计 然后希望说给大家 从中去体悟到自己的生命的那份真谛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幅画要绘上什么样的色彩 它最后要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构图 或者是它要给你什么样的生命启发 其实都是那一支画笔 是掌握在我们当下那一支 那个手中 就是自己去绘出来的 生命很多事情没有跟人代替你 这个画呢 可以做亲子 作为谭康 或者是一种沟通的桥梁 甚至一种 你在人际关系的时候 做一个所谓的邻居公司都可以 它是没有年龄区分 除非它是婴儿 不会拿笔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大师说的 所以每一个画册 当我这个画册要出来的时候 要在编的时候 因为我在中正纪念行展 很多一些人就问我说 诶纪念法师你有没有画册画册 我说我不知道咧 后来那个湘海文化的那个总编 在那边说 诶我们要出画册了 然后出画册的时候 我就写信 请是大师 我这种大师 我现在把人间佛教 画成一个系列 借定会增三美 请你慈悲给我一个序 他就回我说 师父年纪大了 写不动序了 我给你四个字 你要告诉他们 要放在第一页 每一次都要放在第一页 所以第一个叫做 他所写那幅字 我看了很感动 他87岁写的 然后叫做心如画师 心如工画师 能画种种画 你的人生蓝图是你去画的 那你要怎么画 我们都说父母很爱孩子 你把他的人生蓝图都画完了 你希望他照着你走吗 你没有考虑过孩子的一个想要的 所以他的人生 相信你的孩子 他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 我们把学习权 你爱他就放手 把学习权还给他 这是我带两三万个孩子的心声 其实他们每一个生命 所谓都是都可以 这什么都是未来佛 所以可是我们去谋杀他学习 我们叫爱 叫做利爱是无救的 千爱万爱 利爱是没救的 所以我们这个爱要给对 因为你没把爱替他活下去 我这个画作来说 就是希望透过每个人的所需要的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 不要说帮助 就是给大家一个彩色人生 那你这人生 你只可以自己为自己添加颜色 你要器材的 还是要黑白的 主权在你手中 对所以就正如今年是全新的一年2024年 所以就看看线上的朋友 听到的或者是看见绝年法师的这些绘图 从中你可以领悟到些什么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绝年法师 那么真挚的分享 也带来那么多色彩缤纷的画作 那如果想看到呢 法师的这些很漂亮的画作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访问呢 其实就是podcast与视频同步 就是录制的 那你可以透过我们马来西亚佛光山的YouTube平台呢 就是会看到我们的这一段专访 感谢绝年法师 祝福法师 一切都平安如意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在这个线上 所有的朋友们 伙伴们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也希望祝福大家 未来的人生 这个新的一点是幸福快乐的 未来的人生 这个新的一点是幸福快乐的 生命充满了光芒 充满了爱 充满了温馨 好的 感谢法师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呢 线上收听我们的For Your Podcast 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送上这首 人间姻缘的 我愿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愿 做一个蜡烛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我愿 做一支花笔 你才会世界增添美丽 我愿 做一盏路灯 照破黑暗指引光明 我愿 我愿 做一棵大树 这番夜莽 我并不忍 我愿 做一本书记 展现真理 给人智慧 我愿 做一方大地 不再终生 生长万物 我愿 我愿 做一本书记 我愿 展现真理 给人智慧 我愿 做一方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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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终生 生长万物 我愿做一个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愿做一棵大树 只翻叶茂我彼影骆然 我愿做一盏路灯 照破黑暗指引光明 我愿做一棵大树 只翻叶茫我彼影路人 我愿做一本书记 展现真理给人指挥 我愿做一方大敌 不再终生生长万何物 我愿做一本书记 展现真理给人指挥 我愿做一方大敌 不再终生生长万何物 我愿做一根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愿做一棵大树 我愿做一棵大树 只翻叶茫我彼影路人 从未来 我愿做一棵大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